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下午4点钟 股票大概下跌了3.5%到4% 同时间在美国确诊的感染人数几乎同一时间突破了10万 这是全球各个国家当中第一个以国家的概念下突破了10万 意大利跟西班牙死亡人数又创新高 但是从整体的这个图表来讲 如果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展现一个图表 从整体的图表来讲 可以看出来意大利呢 它在最顶峰的时候呢 基本在往下走 它的确诊人数和它的死亡人数 你别看它创高 但是它的趋势是拉平往下走 西班牙呢 还在往上顶 但是感觉上顶起来它的增长 就是它的增长比数呢 比率呢 在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法国英国 法国跟英国呢 特别是法国呢 就显现出来有点像西班牙 有点像西班牙那概念 西班牙的爆发时间跟意大利的爆发时间 相隔了14天 相隔14天 很有规律的 而英国呢 就出现了更特别的场面 英国的王子查尔斯先出状况 到了苏格兰 叫什么苏格兰哪儿去 去自我封闭去 然后星期四的晚上 英国首相宣布呢 自己出状况 结果从星期一到星期四 他包括与内阁开会 与他的抗击疫情的小组开会 与他的财长开会 卫生部长开会 和到这个英国的下院 就是下医院了 如果要美国的话 就叫众议院 去进行演讲和被质询 他在整天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 星期四下午到晚上 他感觉发烧 身体不适 然后一侧是这么回事 两个小时之后 他的卫生部长 自己一侧也搞定了 三个小时之后 他的首席卫生官 一侧也搞定了 那就麻烦了 就是英国的本身的 他的政府内阁 整个内阁大臣 都处在危险之中 结果英国政府 他宣布的是这么宣布 他说 只要没有症状 不用检测 给我的感觉 就说不上来的味道了 就是说 咱换个角度来讲 你要尊重科学 你就尊重科学 你要 你看他川普硬来 川普是硬来的 他没有什么distance 他不敢 他的内阁成员 他的抗击疫情的人 人挨人 开新闻发布会 我就这个 你看看美国开新闻发布会 他就这个 截止到现在 就川普 他就这个 他没事 他没事 所有人都觉得会出事 他没事 在一个多星期之前 这个巴西总统 带着他的内阁 到了这个 美国的佛罗里达 跟川普 川普的太太 跟川普 川普的 女儿 和女婿等 一起同桌吃饭 那个代表团里头 大概三分之二的人 都搞定了 包括巴西 驻美国大使 都搞定了 这美国人 一个人 人人都没事 就是说 你会 所谓的保持距离的做法 对不对 你不能说对 也不能说错 它是个方法 但是 你一定要能够 看清楚 这中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是不好效仿的 不好效仿的 而且因人而异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这是我们看到的 我做节目的时候 看到的数字 62万 这个速度就非常快了 死亡人数呢 2万8 将近3万 这是周末 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 为家 严防 却避免了灾难性爆发 日本的抗疫好运 是否还会继续 它是英文 所以当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它只能这么说 叫好运 在今天 讲述着科技的一切 讲述着人类方法的一切 面对如此大的疫情 而日本又是中国之外 最早感染的国度 最早感染的地区 包括它的京都 包括东京 包括大阪 都是最早出现 它出现的时间 早过韩国 但是呢 等到了北海道呢 就相对的更加的严重一些 可是在北海道之前 我们知道出现那种 公主号的游轮 那个游轮 那就是爆发的非常 令所有人恐怖 现在在世界的海洋上 还有20多艘游轮 没人要 它哪儿也靠不了岸 人家不让靠岸 所以咱也不知道 他们会怎么样 但当全球陷入这种疫情的时候 都是自己保自己了 所以人们很难去谴责 现在你也听不着谴责之声 说你要人道啊 你要这个 你要这个 你要他哪 他自己都已经受不了了 那日本什么叫抗疫好运 我们在跟大家分析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的一些 表现出来很不同的国度 地区 香港 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 我们讲过 天灭中共 不用说了 中华民国 台湾 拒绝中共 这都 这也都不用讲了 那韩国出现的最大特点 就是筛选 最早期的筛选 当爆发之后 筛选所有的人 韩国当时可以看到 在任何超市 就人们只要流动的地方 他都会给你截回去 拿给你测试 德国同样是最早出现的 但是德国采取方式呢 类似韩国 它也是大规模的检测 而在德国另外一个概念 他染病的人 大多都是 70%是20岁到50岁 他也蛮特别的 年轻人呢 这次打击的是年龄长一些的人 意大利 它是一个老年社会 所以出现状况是这样 要表面上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受到疫情冲击的地区 但是呢 状况很好的 还有另外三个国家和地区 截止到现在算保持不错的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 那现在这三个国家呢 国情什么都差不多 新西兰最好 澳大利亚次治 加拿大呢是跟着 而这三个国家 共同的特点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 都跟中共掰了 都打起来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是跟大家分析 在有关日本的时候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析了一个 就是习近平是否访问这个 四月份访问日本 那这件事情 就类似于日本的那条公主号 这是一对一的 就是你任何一个国度跟中共之间的关系 我们上期节目 我们前 昨天是前天 跟大家讲了一系列的 在时间的角度来讲 讲了一系列的 很特别的角度 就是神运 结果查了一下内容 我们看一张图 这个图 这个图有点小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出 这张图是什么图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 在疫情爆发之前的两个月里面 应该是12月到1月 到2月的部分 在日本将近10个城市 神运演出演了将近两个月 几十场 从日本的最北 一直到日本的最南 他2020年度的神运演出 是在全球最早的一个地区 完全演完了 他几乎所有的票全卖了 有朋友说 这东西 这有什么关系吗 天灭中共 香港人喊出来 你说跟疫情有没有关系 你说跟疫情有没有关系 这是永不共同的 台湾大选 拒绝中共 你说跟病毒有没有关系 新西兰 拒绝中共 你说什么关系 在澳大利亚 几乎快出现了排华的浪潮 因为中共对澳大利亚渗透太深 促成澳大利亚立法 要打击中共在澳大利亚的所有渗透 你说有没有关系 加拿大 在疫情 现在是这样了 在他疫情爆发的时候 一直不设防 加拿大做法 类似日本 他不设防 美国是最早关上关门的 美国跟意大利是最早的 今天是G1 2的 这也是川普吹牛皮的地方 说我是最早就切断了他的航空 你说的话没用 他现在你们家超过了10万 意大利也说了 我最早切断了跟中国的航空 你们家死的人最多 事实在嘲讽着今天人 在现实环境中 自以为是的那一份傲慢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到眼前 刘伯温多狠啊 你死活该 世上有人行大善 就看你认识不认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